深夜路上没什么车 只有这辆银色轿车准备要上桥 却似乎没看清楚前面的路 他一头撞上前方桥蹲 碰的一声整台车还弹了一下 就这样卡在现场 就是这辆银色轿车 卡在台北桥的字样旁边 车头明显凹了下去 保险感断裂 车壳碎片到处散落 走近一点看 车内安全气囊已经爆开 幸好车内受损不算太严重 车上一男一女被救出送医检查 被吊车吊起时 更明显看得出来车头直接凹陷 事发在12号凌晨将近两点 台北市民权西路台北桥前 这后试的是一名韩国籍 35岁理性驾驶 和副驾驶的女友都没有受伤 不过他却被测出来 九侧值高达0.58 当场被依公共危险送办 没错从门到达之后 十十九侧 发现韩国籍的一个理性驾驶 九侧值高达0.58 出不了解这名理性驾驶 是一名彩妆公司负责人 来台湾已经有两三年 当天是和女友一起到 酒酒屋用餐喝了不少 没想到这回酒驾自撞被移送 但也幸好没有伤起其他无辜民众 TVBS续远程关于陈入外 和关于台湾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